在1911年 国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中国数以千年来实行的君主帝制 建立共和政府 得力地除了国内一帮满怀理想的有志之士之外 还有散居海外的各地华侨 东南亚是当年孙中山策动革命的海外活动中心 由它一手成立的同盟会 在南洋一带设立了二十几个分会 会员人数超过三千人 华侨受孙中山的感召投身革命 其后战争爆发 他们同样投身抗日运动 救国家于危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十世纪初清末 孙中山在南洋一带宣扬革命的同时 为新派的领导人物康有为 也去到南洋游说华商的支持 两派互相割力 康有为说是怎样要去支持 要保皇 要帮光需 那么商人可以接受 因为他最少他不会写明的是真的反清 他还可以跟中国做生意 但跟孙中山他觉得已经过度了 不必把清朝打倒 改革就行了 改良就行了 华侨商股很多都拥有大清官含 和政府的关系千丝万类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于是转移向中层 和低下阶层的华人寻求支持 孙中山的口号有两种口号 一个口号是反清呼 虽然不是呼名 但是我们是反清 把满洲人要赶走 使得我们汉人 重新来建立我们汉人的天下 这种概念 一般的这些普通的人 很能够接受的 跟这个林文庆 跟这些林一顺他们讲的时候 他也不同了 他讲现代化 现代化 民族 国家 民族 民族国家 国家的这个强盛 王庚墓口中的第二种海外华人 全部受过西方教育 向往西方的民主革命 所以他们很多都成为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 好似林二顺的舅父张荣福 是新加坡晚程园的主人 1906年 他将整堂别墅捐给孙中山 并且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中坚分子 开办中兴日报和同德书报社 鼓吹革命思想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之后 革命派再向马来亚扩展 孙中山多次下南洋 当地华侨的捐助 也是他起义的重要经费来源 好像武昌起义所需的经费 其中两成就是来自新马华人 奔城的庄荣宇是当年孙中山 经常倡议革命的地方 这边是他是约书报社 所以他是一个活动中心 也是他开会的地方 孙中山先生选定在这边 要成为他秘密的会议的地方 这个屋子当然有一些特征 尤其是他屋子里面前面 是有一个行人所走的 我们叫做五家鸡 楼上可以挖一个洞 贾路先生他在楼上 谁要进来都可以从这个洞里面看到 我祖父那个时候 他支持这个同盟会 在印尼的这个同盟会 有关那个书报社的事情 华侨书报社 就是同盟会 在南洋在印尼的这个化身 梁世貞的祖父梁密银 是印尼客家乔领 一九零五年 他帮助孙中山在雅加达 创办华侨书报社的前身 纪南社 还在印尼各地 拓展五十几间分社 招展会员过曼 一九一一年 梁密银更加挪用家里十万银元 去应急支援同盟会 促成了广州起研 九一年第一次回到广东那个乡下 我在这个密银亭那边 才看到很多 哦 这个那个那个 国父有一个生意状 那么蒋介社也有一个 这个体制那些 很多那个受国民党的要员 很多这些 民国政府成立 孙中山亲不写星义状 表扬对革命有贡献的人 梁密银那一章 就由后人造成石黑版本 安放在他的故乡 广东梅院重口镇 他们有说嘛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南洋华侨我讲 出力的比出钱的更重要 出力的什么 牺牲的 去跟他去打仗去的 陪他去到越南去 在这个打广西了 或者到回中国去 到广东去造反了 许多是南洋华侨跟得去的 但这是工人阶级 年轻的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工人 听了他口号很感动 叫他们去帮他去打革命 他们自愿的 黄庚武教授提及的年轻华侨议事 包括温生财 他是马来亚石矿工人 一九一一年 因为刺杀广州将军 夫妻不遂 被判处死刑 而一九一一年四月 广州起义而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 合后查证 牺牲的应该有八十六位 其中三十个来自海外华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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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 是全球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海外华文报章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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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华日报 创办不够一年 辛亥革命成功 报社之后 一直经营到现在 不过 随着局势转变 报纸已经减少政治色彩 多了关注民生议题 和华人社团的消息 马来西亚目前总共有13家华文报纸 去年广告收入有近3亿美元 仅次于英文报章的4亿7千万美元 到今天 主要由于中国的崛起 中文价值的提高 华文报 一向来他们在 推动中华文化 那么 维护华社的权益 报导华社的活动 反映华社的心声这方面 一路来 我们都在这里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今年100周年 就是以村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 作为我们在100年后 要继续扮演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华文报章 华人社团和华文学校 被视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 在二十世纪之前 东南亚华人主要在私塾接受华文教育 私塾一般都是以方言授课 读的是四书五经 到清朝后期 推行教育改革 再加上康有为的维新派 和孙中山的革命派 相计在南洋开办学校 传播政治思想 东南亚的华文教育 于是进入新时代 位于槟城的中华学校 1904年 由当时的槟囊罪馆学大臣 张拔士等侨领创办 是马来亚第一所新式学堂 经过八国联军侵略我们的中国 他们感觉到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 必须要有改革 从以前的私塾制度 所以要改成像西方的 现代化的教育制度 分成小学、中学和大学 还要强调科学科技 梳理的教育 以便培养一批 国家有这方面人才 汪水皇帝 为表达对新式学堂的重视 从中国 送了这块牌匾给中华学校 这个匾的意思呢 身教南纪 应该是说 除了中国本土之外 来南洋办教育 这教育也带到南洋来 我是1915年出生 过七岁的时候我就进了这个中华 因为我自己喜欢读华文 我的家长也是要我去读英文 刚才才有出路 但是我自己说我们华人读华校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我的父亲很开放的 所以他就读我读华校 那个时候啊 有国文 有数学 那些地理历史 有题 还有加上就算 一般是几个多数 多数是一个老师叫几个学生 在每天一早上 就想到 我现在上学了 中华中学 开办初期 无论课本 老师 甚至校长 都是从中国引入 慢慢 才培训出本土的诗诗 民国以后 华文学校的出现 有如雨后春春 尤其到五四运动期间 再次喚起了 南洋华人的民族意识 于是 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新加坡 和马来亚的华文学校 蓬勃发展 但是盛东山以后 就随于民国以后的 教育政策里头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 读书 不是为了赚钱而已 读书 不是为了做生意 而是为了自己 维持保护 保卫你的 华人的心态 华人的地位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 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的尊严 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这个概念就开始发生 他在这里 所以 我们中华文明 一边 就进入了 大一边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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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家興亡 匹夫又窄 早期僑居外地的華人 幾乎全部都認定自己是中國人 郭家又難 他們意不容辭 1937年 七七盧溝橋事變 日本全面發動侵華 抗日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南洋 各地的華僑在1938年10月10日 齊集新加坡華僑中學禮堂 宣佈成立南洋華僑囚鎮祖國難民總會 簡稱南橋總會 推舉得高望重的陳嘉庚擔任主席 而和軒是新加坡華商的俱樂部 當年就變成陳嘉庚領導愛國運動的大本營 後來他索性搬來住 專心籌組抗日活動 你家裡都無法 你也不想去吃饭 当我长官的食物也没有养钱 她能够到我家的殖家 让我家里还有饭 吃饭 然后她给了饭 他们就会说 她 ro云儿的客人 但我认为他并不在习惯 我认为他只是太吸引了自己的问题 或太吸引了其他资源 提供资源 他忘记了他的家庭 他有牺牲的精神 他的名言就是 身家可以牺牲 是非不可以不明 一切以国家民族为主 是他这种精神的感召 让人家对他敬仰 早期的新加坡社会 帮派的一种观念是很严重的 福建人就是福建人 潮州人就是潮州人 广东人就是广东人 有一些地方是传统的 福建人做生意的地方 而在新加坡河旁边的 却是潮州人的天下 那个时候一些潮州商人 并不很合作 因为陈家跟筹募这个益款 中间一个最主要的就是 土产捐 好像塑胶每一吨 你要捐多少钱 那个胡椒 每一袋要捐多少钱 那么那个时候有一部分 季节就是季节监管 那么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福建人跟潮州人之间的一种疏远的关系 不过陈家庚总是最后克服了这个困难 在陈家庚号召之下 南洋的华人破除戒替 移卖移演 各类的物资捐献相继出现 甚至婚宴上收到的礼金 都用作捐款 另一方面 罢卖日货的行动 也都在华舍蔓延 我看到我哥哥 当时参加一个地方的小组 叫酸团 华侨的香店 不要卖里面 同时就是经过几个警告 警告以后就没收了 有的 有的太太 穿这个礼品的布 有的学生行级中 就把她剪掉 把她表示这个 当时福利宾政府 都变来这个不能做 因为这个政策不是我们的 但是她应该还是同情我们抗力 所以他们还不太干系我们的作法 根据陈家庚的记载 不计当时仍然叫迁挪的泰国在内 南洋华侨一共有五百多万人 每个月 他们捐款国币七百三十四万元 再加上华侨本身寄回乡下的钱 这一大笔外汇 对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 是最有力的经济支持 一九三九年春天 日军的战火几乎蔓延大半个中国 多个省市已经被日军封锁 物资补给都出现困难 三千多个华侨青年 从南洋国地赶到中国的云南 保住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 国家生亡皮肤幼稚 现在跟亲生号召 我们回来三家救过 所以我们那个就想要报名了 我说第五位 第五位我说住在马来西亚 自动坡 雍家庚当年25岁 他不管家人反对 加入当时成立的南洋华侨机攻 走上从未踏足的国土 开始他的救国之旅 日军侵华第二年 沿海的港口几乎都被日军占领 外国军事物资和援助 要输入中国 唯一的通道 只能靠这条从云南通往缅甸的 边缅公路 三千多个来自南洋地方的热血青年 因为释开车和维修机械 于是就在这条 当时世界上最险进的公路 负责运送补给物资 相当健康 下雨什么如花 有花口 天生什么就是回答 好像还只是打一个眼睛 他如果立下来 听到眼睛脱掉 脸上就是有个眼睛的样子 要洗了脸了 再示范 那个小时相当健康 天免公路 穿越高山尽名 跨过急速破坏 不单只地势险耀 气候落差 亦相当大 三里不同天的路况 令到行车更加危险 当年在这条千多公里长的公路上 牺牲的南桥基工 一共1028人 汤晓梅的父亲生前也是南桥基工 今天他来到殿免公路上的战争遗迹 违通桥 想起自己曾经采访过的行车基工 我采访过他们那么多人 他们从来没有那种豪情壮语 或者感慨诚词 说我当年是怎么的 甚至于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在爹面路上怎么艰苦 他们跟我说的都是在交谈中 经常和跟我说的是这个 他们在这个这个因素过程中 遇到的很好笑的事情 很好玩的事情 让他们不能 比如说我采访他们 谈他们自己的时候 他们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谈 但是他们一旦一旦是 如果让他最深刻的事情 他们往往谈的就是说 他的战友在这个运输当中 遇上敌机轰炸 或者什么掉到这个 这个这个悬崖峭壁下 那他们也是 他们会流下流下泪 这个就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哦 那个小时 他集中就是一个思想集中 我是回来扛住的 我们不是回来享受的 所以似乎这些不交 似乎来了这方面不应该 大家都是空空快快地干 我觉得当年华侨金工回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们的国民数字 国民意识 比我们国内的民众是要高一点 而且他是自愿的 来参加中国的抗战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 雲南路江的围通桥被日军炸毁 切断了殿免公路这条武级线 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的天 哪个小想也想不回去 也回不去 没有路了嘛 日本站立了 也没有想 但是我輸了很多 很多假许人輸 沒有反輸,輸到反空洞裡面 雍家貴熬過戰生的苦日子 一直留在雲南,直到現在 現在的南俠機構在全國來講 沒有超過十位 我覺得就是我們給予它的實際上是 把這段歷史完整地呈現在我們的後人面前 他們是很平凡很平淡很微小的 就是我們當初說是皮膚 就是這麼成千上萬的皮膚 才組成了一隻浩浩蕩蕩的抗日子 我就是因為他們微小的人物做出來的事情 更能教育我們這一代的人 2005年幾乎被歷史欣沒的一班 南俠機構後人 在顛面公路位於中國邊境的終點城市 遠丁 樹立了這個紀念碑 紀念碑前的石像 就是當年號召他們回國抗日的陳家庚 在回華南洋 你海國與海雲潮 你是我們第二的故鄉 國家概念在外國的華僑 尤其住得很久在外國 住久了之後 對中國的國家概念也特別特別深 愛國的精神 那麼使得中國人知道的華人在外面 也同樣地同情他們 怎麼樣地幫助他們 基本上就是給中國這種 概念說 對外海外還有很多人支持我們 這個很重要的 心理上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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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今多五十多年 那天 我們在外國中的地方 都在外國中有很多人 這次就有兩百萬人 我們在外國中的地下 武漢 一百萬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词 杨栋梁 泰国曼谷南部有一座矮光炎纪念堂 每年十一月都会举行公祭 这项纪念活动举行了69年 在海外华人社会圈子可以说绝无仅有 纪念堂正宗爱国忘身四个字 正好形容矮光炎对国家的宗征 他被认为是第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华侨 1936年 毅光炎当选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 当年六岁的毅感忠 经常跟爸爸出席商会活动 我父亲他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也把这些拿来教育我们 总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这句话他说的是最多的 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的军队在前方作战 桥居在外的华侨就不断捐钱 捐物资支援战士 身为华侨领袖的矮光炎 振备一呼 泰国的抗日救国运动 随即开始 第一个当然是全民的捐款 当时没有大使馆 主要的是中华总商会 所以当时他号召大家热烈捐款 来支援抗日 各个阶层都冻起来 除了一些商家捐款以外 像我们当时才七八岁的孩子 也到街头上去募捐 就是拿了一个盒写着要抗日 然后请大家捐了钱 毅光炎率先购买救国债券 有东源华侨拒绝卖米给日本 抵制日货 结果短短半年间 泰日两国贸易额 锐减一半 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因此 毅光炎就成为日本的 头号眼中钉 1939年11月21日 毅光炎在曼谷唐人区 被日本特务暗杀 当时我父亲已经受到重伤 也没有什么力气了 不过还是说我虽然死了 你们不要痛心 中国一定会胜利的 毅光炎的死讯轟动整个泰国华侨社会 举办当日向他致敬送别的人 建满中华总商会外整个广场 今年是毅光炎逝世七十周年 他生前的教会 家人一直铭记在心 而且 谁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自己的家乡 缅怀因为为国家为民族 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甚至于生命的劣势 缅怀是永久的 我们认为这个怀念 是在每个人的心里 这才是永久的事情 我们也还是经常教育我的子孙 就是要永远记住自己 是一个华裔 虽然是有外国的国籍 不过就是爱中国的心 还是不能没有的 二战期间 日军的战火从中国 扩展到太平洋的战场 一九四一年年底 东南亚地区也相计沦陷 日本开始打马来西亚的时刻 英国政府叫我阿爷 组织一个义勇军 我阿爷答应 组织一个义勇军 日本越打越近 有一个好朋友是顿尖盾 他就劝我阿爷 你快点早点走 日本是捉你 头一个是捉你的 那我阿爷说 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是组织这个义勇军 那我是他的头 我怎么可以走 由于南洋的华人 不断出钱出力 支持中国抗日 所以日军对桥令都恨之入骨 陈嘉庚在新加坡快要淪陷的时候 为了保存性命 化名李文雪 避酒爪哇 我阿爷在新加坡 都是有很多日军 将他的名字和照片到处 同时有 看看谁能够捉拿到他 都有得上的 有一百万的赏金 但是在这段时期间 我亦都听很多家族 是这样说 他分分钟身上 都是有一包披箱 就万一被日军捉到他 捉到阿爷 他就马上服用那包披箱 不准备洩漏任何消息给日军 新加坡终于失手 英国殖民地政府投降之后 日军开始进行肃清行动 主决曾经参与抗日的人 当中大部分是华人 根据当时华社估计 日军侵战时期 有大约五万个华人死在日军手上 在菲律宾 日军占领玛尼拉之后 第一批被酬金杀害的 亦是华侨 当中包括华侨相报的社长 我祖父每天都有写一篇社论 接着那个社论 就影响了华侨社会 1930年代 特别对菲律宾人来说 他们菲律宾人不觉得日本人 是不好的人 或是要侵入他们的 觉得日本人是他们的朋友 但是中国人这一方面 他们知道 因为日本已经侵入中国了 他们都知道这些消息 所以一直就是发动那些抗日的运动 他就是利用那个报纸 做了很多抗日的运动 华侨相报创办于1919年 在菲律宾华人社会当中 有相当影响力 日军占领玛尼拉之后 命令当时因为战争而停刊的商报 复刊 日本人的要求是 要他把报纸再办报纸 再印报纸 但是当然那个报纸就不说中国人的话 只要说日本人政府的话 我祝福不肯 给他们带到那个中国人衣衫 他们一起是十个人 给他们枪毙 尤尔彤和九个华侨领袖 在同一日被日军处决 结果这件事激发不少华侨青年 参加地下组织 协助盟军 反攻日本军队 今天 他们白发苍苍 但是对自己当年的经历 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 日军发现了 看华侨道道 是会抓去做牢 你必须要准备牺牲 因为你被日军抓去 也有一个人能够和哥哥来 呀 焦虾 来 每个小孩都拍摄 隔壁 来 来 跟 再来 集团 室 上 赶平 各个小孩 看 雷 跟 祖国的抗力 一个为乔治帝的抗力 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乔治帝 是不是有两个松大的令狱 是不是 1945年 8月15日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南洋的华侨 和早过的人民一样 心情激动 8年抗战 终于告一段落 移战结束之后 当大部分东南亚华侨 正面临殖民统治瓦解的 新政治形势 中国又陷入内战 1949年 共产党在北京天安门成立 宣布新中国成立 意识形态的分歧 导致部分东南亚国家 和中国断绝外交 甚至引发排华浪潮 下一集 将会否计 华侨在新形势之下 如何面对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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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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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